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GARP和Angla加Express来实现这样一个简易的任务管理系统,这样一个系列课程 好,在上节课呢,我们是讲了什么呢?我们看一下 上节课里面呢,我们讲的是这个GARP的一个入门 讲了它的一些,就是说它的一个任务的一个依赖和基本的一个任务的一个书写 还有它简单的一个API 然后在上上节课里面呢,我们认识了这个CafeScript 那么经过这两个的一个学习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学习如何来使用这个CafeScript来配合这个GARP来进行这样一个前段的一个构建 实际上呢,我们是用这个CafeScript来写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构建脚本 然后呢,通过这个LOD来进行一个运行 好,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这节课呢,主要是来实现,用GARP来实现这样一个前段的一个构建 那么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些知识点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前段构建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如果我们要做构建的话 那么首先我们要找出一个目录出来 要生成出一个目录 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是说要清空一个目录 因为我们这构建呢,是一个重复性的一个工作 那么我们一定要确保那个目录是空的 然后再来去进行构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文件复制 为什么要复制呢? 我们的构建呢 构建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们不可能和这个原代码放在一起 所以呢,我们就要需要把某些不需要做处理的一些文件 进行一个直接的一个复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让它在我们的一个构建目录里面去访问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前段的一个优化的这一块的内容 前段的一个优化的话 它可能会考虑到这样一个文件大小 然后请求数 那这个地方对于文件大小的话 我们采用的方式就是压缩 那如果我们没有构建 我们怎么去压缩呢? 这个在上节课中我们已经讲到过了 如果没有通过这样一个构建脚本的话 我们要压缩 就是说把我们这个文件上传到某一个在线的一个压缩网站上去 然后呢,它就给我们返回一个压缩好的这样一个文件 让我们去下载 那这样的话是相当麻烦的 而且是全人工的一个做法 非常方便 也不自动化 那么除了JS压缩 我们当然还可能会设计到这样一个CSS的一个压缩 毕竟这两个都是接近的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什么呢? 刚刚说到了,要优化这个前段的一个方式的话 除了文件大小,还有这个请求数 那这个时候文件合并呢 就是针对这样一个优化点来的 我们可以把多个JS文件或者CSS文件进行合并 合并之后的话 那么它的请求数就会相应的减少 这样呢,达到一个优化的一个目的 好,这前面这几个呢 是关于这个代码这块的一个处理 那之后呢,我们应该还做什么呢? 启动浏览器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本 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启动浏览器 还有一个是启动服务器 作为一个存储的一个前端项目 我们还需要启动一个静态的一个web服务器 来进行脱管 然后呢,才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访问 那这个如果我们直接不用这样一个静态服务器 我们直接在浏览器打开什么效果呢? 它是一个file前缀的 这样子的话就是ftp的一种方式 那这样肯定是不太合理的 也不能模拟到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在这个file这个请求下 我们这个ajax是不好 是很容易失败的 那么除了第七个 那我们就看后面的一个监视 监视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说当我们文件变化之后 那么它就自动帮我们重新编译一下 然后呢,重新刷一下浏览器 那这个功能呢,就是让我们直接 编写,变看效果 那如果我们有两个屏幕的话就非常方便 当然一个屏幕也是不影响的 这样的话切换的时候就相对更快一些 当然还有其他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 好,整个呢,这就是我们一个构建的一些 要实现的一些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这样一个实际的代码 来一步一步的来实现这些功能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清空目录的话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其实在这个GAP构建里面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去找所需要的一个插件 然后呢,进行一个编写一部分的调用代码 然后就能够直接起到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我们要清空目录,我们就有两个选择 当然我们有很多选择,但这儿呢,我就只念出了两个 其实呢,我会呢,是使用后面这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GAP Clean,其实它就是来做这样一个清空目录 这样一个事情的 当然这个DL也是清空目录的 你看我们从这个命名来看的话 GAP Clean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它是这样一个GAP的一个插件 但是DL呢,是不容易看出来的 其实呢,它是一个load的一个Package 那为什么我在这儿列出来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GAP的一个优势之一 因为它呢,是这个语法 它呢,是这个和load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说它是能够完全使用load这里面的一些包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采用这样的方式去用 好,我们先来实现这一部分 好,我们先切到代码上去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代码我已经打开了 这个是clite端 那如果我们要这个构建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是要新建这样的一个GAP File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Coffee来写 好,GAP File 看一下,这个名字上去后我们已经说了 它是不能变的 好,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这样来编写 好,既然是第一步 我们肯定是来GAP File 首先把我们的这个约定给做好 当然,我们既然要用DL 那我们同样也需要先引入我们的DL 好,这个字有点小,稍微改大一点 好,怎么来改大一点呢?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Control LTS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它的这样一个Editor 可以看一下有没有Fund 搞错了,这儿Fund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 Custom 这个地方要重新做一个才能够去改 稍微改大一点就好了 好,这样我们就自己大一点 那我们说了,我们的任务的话 首先呢,是通过Task来定义 然后呢,默认任务是Default 然后呢,这边是做事情 它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我们就暂时放在这儿 那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呢? Clean 新空目录 新空目录 新空目录应该怎么写 我们竟然用呢 那我们就肯定要DL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呢?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用这些酷呢? 很简单 我们要根据它的这样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样去搜的话 它是能够搜得出来的 不管是GAP的一个插件还是load的一些包 其实它很多都是在getHub上是客源的 所以我们直接去访问一下 就能看它的一些API到底应该怎么用 这我们就快一点直接使用就行了 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个是和它的一个根目录 放在一起的 来称成一个dist目录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构建的一个目录 删完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注意了这个地方有个细节 这个callbank一定要写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构建里面的话 是采用它的一个回调来进行这个前后的一个依赖 而且这个del它刚好又是一个load的一个包 它跟这个GAP的一个不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让它先跑起来 跑完之后再来执行我们这个callbank 所以这个就是要这样去写的一个原因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步就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这我们先随便写一个 这样子之后我们这儿就只需要写我们要依赖clean就好了 这样我们可以先跑起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效果 看这个是什么提示呢 本地没有安装这样一个GAP 所以说我们要先装一次 这个怎么怎么做 npm install GAP 注意了 C5DV C5DV这个意思我们呢 就是说保存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开发 开发的一个依赖上去 这是第一个 同时我们居然用了DL 所以我们待会儿DL也要装 好 我们先来接着往下看 除了新公布录之后 就是我们的一个文件的一个复制了 我们要怎么来复制文件呢 当然这儿也有插件 第一个是GAP.GAP-这样一个copy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GAP 为什么我是写的GAP呢 是因为它的这样一个原生的一个API里面 就已经能够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们的几个 copy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怎么做呢 找到我们的要复制的一个文件 src 好 注意了 这个呢 是它这个文件的一个选择器的一个写法 两个两个信号代表多层文件加 然后新点新代表 文件 所有的文件 后面是格式 然后把它呢 注意了这个是Pipe Pipe到我们的desk desk哪个地方去呢 desk停录录下去 好 这个呢就是它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做这样一个依赖 我们先接着 看这边装好了 这边装好之后我们还得再改一次 因为我们还要装大的一些东西 好 我们接着再看 第三个是第二个是文件复制 第三个呢是GS的一个压缩 然后 JS压缩这个呢就没有什么 可选择一些余地了 就直接用Ugnify就可以了 为什么选这个呢 因为它最流行的就是它的 所以我们这也有一个叫第三个任务了 disk Pask 我们就叫它miniJS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理论上的就是要筛选我们src下面所有的 这样一个JS文件 其实在我们这应该用固负文件的 我们先用JS文件 好 注意了 然后呢我们给它Pipe的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要执行压缩 所以说我们还先得把裤给捆进来 这个QAO 给摆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参数 我们这儿就不细说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输出出去 输出哪儿呢 暂时我们还是先放到这个里面来 那这个是咖啡里面是可以省掉的 所以就不要多打字符了 能省的就省掉 好我们接着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JS的话就是 CSS 压缩 这个里面呢我们主要用的是什么呢 叫minify CSS 所以呢我们同样 这个地方也是先引入 minify css requill 看一下是这个吗 minify css 没问题 当然这儿写的还有一个 uncss 我们也引入 它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多余的 不需要的一个css 它会把我们直接 给我们移除掉 看一下是这样的吗 oncss OK 当然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再来 来配置这个任务了 gap.task mini css 这个时候呢 理论上就应该是src 所有目击下的一个css 然后呢 排布给 unifycss 然后再排布给 oncss s 然后再排布到我们的 这个 跟下去 好 接着 这儿呢应该安装好了 我们再来多装几个裤 这个地方我们要装裤 几个盒在一起装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oncss 然后呢 minifycss 还有 oncss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装几个一起 好 接着看 除了这些之后 我们就应该做文件合并了 文件合并应该写什么呢 gap.t 其实这边的一个代码都比较 雷同 这个就这个就叫合并就是就写为这个一个company就行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来做处理了 到底是什么时候去做这样一个合并的一个处理 我们可以单独在这最后来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这儿我们就随便写新典 新典 新典Js 然后呢 把它合并到哪儿去呢 当然 合并的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合并的一个文件 一个名字 所以说我们就叫这样子 好 这个是新行的时候 我们应该又怎么来做 然后呢 还是拿回去 我们给它 输出到我们的一个 目击下去 这个呢 是合并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写法 接着呢 这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注意看 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多一点 启动浏览器和监视 启动浏览器的话 我们本身可以用gapopen来进行启动 但是实际上的话 我们建议是用这个 brior sync 来做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briorsync来进行 编写 同样的话 同样的话 要用还是要先 s1c等于 require ro wcrsync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了 这个呢 取名为sale 就是说 提供服务的一个意思 这就要注意一点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是 用gap来开头了 因为我们开始进它服务器的话 是不需要的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 它 点出事化一个 这个具体怎么用 怎么办呢 如果我记不住的时候怎么办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查一下它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api了 我记得一般带上这个github 就能找到它的一个用法 当然 这里也可以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网址 我们应该怎么用 看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它都写好了 看它这也有文档 其实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看点到它这个文档里面去看 和这个gap 一起的一个怎么来做 看一下 第一步应该是requare这样一个做法 create 然后呢 是我们的一个初始化 OK 那我们就反正这个做法 直接去做就行了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先create一次 创建一个服务器 然后呢 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就直接 看一下 放在后面 我们再把它写一次 saver base dir 其实这个路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dist目录 然后呢 我们需要设置什么呢 它的port 端口是多少呢 7411 就这个 好 那这样的话 就进行了我们的一个 c5的一个工作 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task 就是我们的 watch 这个地方watch怎么做 就是说 当我们的这样一个文件有变化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用watch 当我们的一个文件有变化的时候 比如src下面的 所有的文件有变化 那我们都需要来执行这样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呢 reload 为什么要这样去写呢 这样的 这个因为它这个里面 因为它这个里面要去写的话 我们就只要用这种做法 或者说用翻个写的方式来做一个监视 那为了方便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这儿用reload 那它既然要依赖reload 那它既然要依赖reload 所以说我们就要来写 这个reload 这个方法 这里面又会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面的事情就是把上面的这些任务 再跑一次 最之后的话 我们还需要再来一个任务 reload 这个叫什么呢 reload 浏览器 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就因为我们有 已经有一个 这样一个对象了 那么我们只需要调用它的 reload的方法 就OK了 整个这样一套的话 就把架子给纳好了 那现在我们还插什么东西呢 好看一下这边插东西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装吧 这个装一堆还装不上 先装个这个 好 现在呢是整个的一个架子 那我们要想做 真的要把它刨起来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 就要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其他里面的一些工具了 在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监视 监视的话就有两个 一个是gob watch 这个本身是一个 插件的一个名称 然后实际上呢 我们用的是gob本身自带的 这样一个watch方法 就已经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他里面的这些东西 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yrgis 说什么用的呢 就是说 我们在真正的一个开发过程中和这个发布的过程中的话 我们需要的构建呢 应该是两套代码才对 比如说我们不可能在开发的时候就把这个代码给压缩起来 第一个这样的一个是比较稍微要慢一些 二个呢是就压缩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来调试这个代码呢 连我们自己都不好去看的话 我们就不好去调试了 所以这个呢是 要区分两套环境 所以呢就需要用这样一个参数的一个获取方式 这样一个库去做 第二个呢就是gob.notify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些桌面的一个通知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库来实现 第三个呢是gob.util 这个里面其实就包含一些日志啊之类的一些通用的一些方法 实际上我们用到的并不是太多 具体的一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参考它的这样一个gob.util的一个地址 最后的就是我们什么呢 run seconds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让我们的这样一个任务呢 进行一个可以控制 到底是一步还是同步的去跑 都是可以控制 好 那我们就先运用上这个来进行一个处理 我们看这边的安装过程怎么样了 OK 安装好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安装 使用它是应该怎么做的老规矩 这个地方我们放前面一点 好 这是我们所拥的那些酷就差不多 就这些 那之后的话我们就还要 reload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使用这个 run这个代码来被它做处理 它能做什么用呢 其实它的就是说将我们这个任务呢 进行一个分组 第一每一个参数呢都是一个一步 每个参数之间呢是同步的 每一个参数数组里面的内容都是我们进行一个一步代码的一个跑 那当我们在reload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clean 我们已经不需要了 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copy 二个呢是 什么 mini css mini js 好 所以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mini c js 这些任务跑完之后 我们每次要执行一个什么呢 reload 好 这样子 在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call bank给传回去 当然这里没有 所以我们得加上 好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的一个 就起来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default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进行跑 这种做法的话是最原始的一种做法 实际上我们要跑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依赖我们的这样一种方式去做 首先默认的时候我们需要第一步clean 当我们clean完了之后 我们要进行什么呢 三个任务 叫copy 其实这儿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多分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把任务进行一个分组 build 但我们分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把 我们的构建的这一部分和另外的一些部分进行分开 把它合并成一个小的一个组 比如说我们build 就会包含有copy 还有mini.js mini.css 然后是我们这样一个cobank 在我们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只需要做什么呢 只需要一个build 然后再来跑这个reload 就ok了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简洁 那我们在default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clean 第二个 也就是我们的build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seal 和什么呢 和我们的watch 因为这两个可以同时跑 只要两个任务相互之间没有这样一个io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就可以让它独立去跑 iO的一个冲突嘛 那这样子的话整个的一个构建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效果 当然要看效果 我们还需要装东西 我们先把这样一个重要一点的装一下 这个装东西是有点慢的 所以我们需要稍微有一点耐心来装 这个暂时不要 我们就给它去掉 请好 我们这样一个cafesgroup里面的一个注释代码 就是这样子的 有点慢 再注意一下 当我们执行gap的时候 它整个一套会做些什么事情 当我们执行gap命令的时候 看一下 我们这儿是不是有哪儿地方写错了 哦 对 因为是gap 所以我们再来 看一下 它会把我们这些裤找不到 因为我没有装好 所以说它就会找不到 Install Install 这个是 Sync OK 这个时候呢 就只有等它慢慢装了 当然我们下次装的事 就没这么复杂了 我们就只需要 NPM Install一下 就OK了 再来看一下这样一个命令 这个呢 是整个的一套是 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呢 它 并不是最优的 那为什么我现在先实现 这样一个东西呢 因为构建这个 jabber的话 它是根据我们项目的一个变化 而进行一个变化的 所以呢 我们在后面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实际编写过程中 我们会根据这样一个目录结构来进行 随时随意的一个切换 来做这样一个处理 其实在这里面呢 我们第一步呢 其实可以给它加一些注释 什么呢 引入 Pancake 第一步是我们的引入Pancake 这一部分 第二步呢 应该是我们什么呢 获取参数 部分 第三 这个呢 才是我们真正的 构建任务部分 好 大概呢 就分为这几个部分 看这边装好没 这个包有点大 我们可能会稍微等一下 检查一下 我们再来简单 来把整个的一个任务先说一下 首先我们执行GAP的时候 它会从我们的这个Task里面去找 因为我没有带参数 所以它会去找这个Default 这样一个Task 找到之后它开始跑 跑了之后就先跑Clean 把Clean跑完之后 再来跑这个Build 在跑Build的时候 它就会去同时的去跑 Copy这个MiniJS MiniC SS这三个任务 一起都跑完之后 那么它就会再来跑这个C5和Watch 也就是这个C5 打开浏览器 然后监视这个文件 当我们到时候改了一个文件之后 它又会重新来跑这么一堆 它又会重新来执行 Build 然后再来执行一次Reload Brother 这就是我发现的软件 那么整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另外在我们执行GAP的时候 它只会去搜索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装不上 这个装不上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库名 先确认一下我们这个包名 有没有错 B-R-O-W-S-E-R 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很多时候它这个编译有些库单是需要编译的 那这个时候它就需要我们这种一个VS的版本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因为我们是温期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写一个2008 因为温期里面的话 它这个delete framework可能是3.5 然后对应的这样一个VS的版本的话就是我们的2008 所以可以这样去写 好现在就等着它了 应用就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在执行GAP的时候它去找的是GAPFile.js 这个一定要注意它找的不是不是Coffee文件是JS文件 所以呢当我们如果直接用Coffee没有JS文件 它是说它是会提示找不到的 所以这呢就需要让它编译成这样一个Coffee文件 编译成这样一个JS文件 然后呢再去跑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形式 因为我们这儿呢 这个webstorm它自动就把我们处理了这个事情 所以呢是相当方便的 好看一下已经装好了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跑一跑了 看跑一下 注意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uncss文件 我们那边把它注销掉了 下面呢我们又在用 所以呢这句话也一并注销 好这个时候再来跑 跑起来是比较快的 看一下开始default开始clean 然后完了之后再build 然后再一个一个跑 好看一下已经跑起来了7411我们的一个端口 然后wewwew 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队的一个任务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注意看 当我们改变一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改变了监视上是src下面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5u1 我们这儿再加一个 再加成我们的 5u420 这样保存一下 我们来这边 特别是 prise Duty了 然后执行build 然后再刷新浏览器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看一下是不是多了一个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把它进行一个 左右的一个分配 当然我们这儿要用 这个 如果我们写代码和这边 这样子 好 随便改一下 当然这个的话 构建我们还没有做优化 优化好像没这么慢 更快 注意了 我们改了一下 然后稍微等一等 那么这边就直接就变化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构建 监视这一套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到这了 剩余内容 我们下节课继续 们下节课 уш会了 ل c我们下节课